在颱风之后都收到不同市民或者环球的报告 在一些地方有些是多了胶粒的地方 我们即时是找人来处理的 我们就会加紧了解那个状况 我想我们每天会看到那个数字 看看它的趋势是怎样 过去颱风前的数字是一直在下降的 当然颱风之后有一些变化 我们会努力跟进